大家好,我是Alton 今天和大家分享通过Docker来运行NinePosit 在之前的视频我已经和大家分享过NinePosit的安装配置 还有Docker的安装 想要了解的,可以点击视频右上方的链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还没有订阅TV分享频道的朋友 麻烦订阅一下,谢谢大家 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我已经把需要用到的配置文件都准备好了 如果你要下载这个配置文件 可以在频道的电报交流群里面下载 或者查看我博客的笔记 我先通过APP工具 将这个压缩包上传到我服务器上面 我把它放在临时目录下面 上传成功之后,我们连接到VPS服务器 进入到临时目录 把这个压缩包解压一下 看低参数指定解压的路径 我把它解压到根目录下面 然后进入到解压目录 使用区密查看一下当前目录的数结构 可以看到有这里有四个文件 REME是使用的说明 Docker file是用来构建Nipos镜像的 Docker Compose是用来运行这个Nipos容器的 上面这个Catty file是Catty的一个配置模板 首先先来看一下Docker file的一个配置文件 和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这里分为两部分 上面的镜像是用来构建Catty的 下面的镜像才是用来运行Catty的 先来看一下上面这部分 首先from指定构建的基础镜像 这里使用的是Golain的1.20版本的Alpha镜像 然后sBuild指定这个名称为Build 接下来通过APK安装Git的元件包 然后通过Git命令来克隆这个Nipos的元代码下来 把它放到根目录下面的Nipos 然后进入到这个Nipos的目录下面 最后只用Gol命令 然后安装XCatty 然后通过XCatty来构建这个Catty 接下来看一下下面这部分 首先from同样指定这个构建的基础镜像 这里使用的是L牌的一个最新版本 s指定这个命名为run 接下来就是通过Copy命令 从上面构建的这个Catty把它拷贝下来 也就是拷贝我们上面这里构建好Catty 把它放在我们当前这个构建容器下的USRLocal 并目录下面 然后接下来XBO就是包入这个端口 这里是80和443 最后就是运行这个 呃 容器的一个命令 接下来看一下DockerCompost的配置文件 我审定这个配置文件的版本 然后这里定义一个Nipos的一个服务 这里是通过Docker file来构建的 所以这里使用了Build 然后这个Contest的话就指定这个上下文的路径 这里指的是当前这个目录 然后这里指定一个Target为run 也就是我们刚才这个Docker file下面的第二个镜像 我们是把它命名为run的 所以这里指定为run 然后接下来这里是指定这个运行容器的一个名称 下面就是做这个端口的映射 把80和设数三端口都映射出来 然后下面这里是Wallens的话 就是指定这个目录的一个映射 这里的话就是把当前目录的config的一个配置目录 映射到容器里面的ETC下的CADD下面 然后还把这个CADD一个日识目录 把它映射到当前目录的Logs目录下面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重极的策略了 接下来我们修改一下CADD5的配置文件 这里有几个地方需要修改的 首先这里需要修改为自己的域名 而且这个域名需要提前解析到你的VPS服务器上面 然后接下来改一下下面TS后面这个邮箱 这里建议大家最好只用自己的邮箱 我这里测试就随便指定一个邮箱了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修改一下这里的认证账号 我这里就用test和test 也就是用户名和密码都是test 然后保存退出 配置文件修改完成之后就可以运行了 使用Docker Combo命令 up代表启动 干D代表在后台运行 因为我之前已经构建过了 所以会很快 如果你是第一次运行的话 你只需要慢慢等待构建运行就可以了 构建完成之后通过Docker PS命令 查看一下容器列表 可以看到容器现在已经正在运行了 现在就可以打开浏览器去访问一下域名 看能不能正常访问了 可以看到我们的域名已经能够正常访问 最后来测试一下代理的联动性 我通过OpenWrt的Password来测试 添加个节点 点完之后保存和应用 点开节点列表 点一下可用性测试 可以看到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切块一下我们刚才新增这个节点 然后保存和应用 打开谷歌测试一下 查看一下IP 可以看到跟我服务器的IP是一样的 就证明我们现在代理已经能够正常访问了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已经全部讲完 如果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大家订阅一下频道给视频点个赞 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或者加入频道的电报交流群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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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